这个在这个冬天一般都是以这个甘草为主 这个甘草仪式价格比较低 便于存放 但是这个甘草营养价值也很低 这个就是缺乏这个微浪元素 经常给这个牛喂这个单一的甘草 容易造成这个牛的营养不良 还有就是微浪元素缺乏 对这个牛的生长 特别是毒牛 有很大的影响 虽然我们这边也储存了这个青柱草 但是冬天因为气味比较低 都上冻了 给这个牛喂这个冰冻的草非常不好 是容易造成这个牛的垃圾 这个就是怀孕母牛容易造成流产 像我们在农村冬季都储存一些 白萝卜胡萝卜 还有白菜 像这些东西可以适当的给牛喂点 特别是这个白萝卜我们都知道 人吃了这个白萝卜有很多好处 同样给牛吃也有很多好处 可以给牛补充很多生长所需要的微量元素 当时我没在给牛喂这个白萝卜胡萝卜 还有白菜的时候 因为这些东西汗水量都比较大 所以要少喂 不能喂太多了 喂太多了容易造成这个牛的垃圾 这个萝卜对牛来说有赛人身的美称 虽然有些夸张 但是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我们在给牛喂这个萝卜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个泥土弄干净 然后是切碎 因为要是整个喂或者大块的话 这个牛在抢湿的过程中容易造成这个 湿道堵塞 像我们农村养牛的朋友 冬天可以储备一些白萝卜和胡萝卜 定时的给牛四味一点 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 最后祝广大养牛朋友 牛年发牛才 在养牛路上越走越好